那政府除了吸收進口雞蛋的價差還做了什麼 我想這段時間政府專案進口雞蛋來提供滿足我們國內消費者的需求是一個非常不得已的手段 那以農業部的立場我們還是希望我們的家境產業特別是單機產業能夠永續發展 那在過去幾年間我們為了讓我們的單機的這些產業能夠具有更加的韌性 那我們除了透過專案貸款或者是低利貸款以外 那我們也提供適當的這些冷鏈的設備及污染房子的設備 然後這幾年來我們更強調整個機設的一個改建 以提高我們的生活安全的一個效率來避免一些緊流感的一個發生 那從去年開始117年開始 我們也預計在四年之間投入44億的一個經費 來協助我們整個單機產業的一個升級